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丈夫齐亚升任为孟加拉军队总司令 并成为孟加拉国独立功臣之一 六年后成为国家总统 齐亚执政以后 他努力推进民主化进程 改革损害了军方的政治利益 1981年5月30日 齐亚总统在极大港巡视时遭遇兵变 不幸被刺身亡 在丈夫齐亚主政期间 卡里达表现得非常低调 他几乎从不抛头露面 在家里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们 然而 丈夫遇害身亡 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在丈夫去世不久后 时任陆军参谋长埃尔沙德发动政变 推翻了齐亚创建的民族主义党领导下的政府 丈夫之死令卡里达悲伤万分 但是坚强的他擦掉眼泪 决定要为丈夫报仇 他怀疑丈夫遇害是埃尔沙德策划的 所以按下决心 要不惜一切代价 推翻埃尔沙德军政府 卡里达依然接过民族主义党重担 先是出任该党副主席 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活中 他投批煞心 笑容可拘 经常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 努力解决民生疾苦 得到了广大人民热烈支持 一九八四年 他当选为该党主席 然而 卡里达的政治活动 遭到埃尔沙德军政府的仇视 在他当选总理前十年内 他曾经八次遭遇被捕 并多次被司法指控 他的家人也常遭到恐吓和殴打 但他仍冒着生命危险到各地游说 组织集会等 一九九零年 埃尔沙德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时 卡里达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由于他举足群众的作用 加上有成千上万人民的支持 在巨大民意洪流之下 埃尔沙德被迫宣布辞职 一九九一年二月 孟加拉举行全国大选 卡里达领导的民族主义党利错群雄 三百个议会席位赢得了139个 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从而最终成为执政党 结束了十年在野党生涯 作为该党主席的卡里达 因此取得了阻隔权 当年三月 卡里达出任政府总理 成为孟加拉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从政之初 他主要是冲着为丈夫复仇的个人动机 然而 国家政局动荡和人民的苦难 使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 他决心为国家尝试久安而奉献自己的一切 一九九一年八月 在他努力之下 孟加拉国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正式恢复建国之初的议会民主制 经过多年曲折之后 孟加拉国政治终于走上正常轨道 不过 当时孟加拉工业发展缓慢 失业队伍不断扩大 财政管理也严重混乱 加上海湾危机带来的影响 使新政府面临严峻考验 卡里达就任总理后 他大力推动社会经济改革 使得孟加拉国面貌短短数年发生巨大变化 1996年哈希纳继任政府总理后 继续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塔利达开始的改革事业得到了延续 2001年 塔利达再次出任政府总理 孟加拉在两位女总理轮流执政下 国家发展迈入了新的里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